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民国那会儿 女的可以上台了 尤其是从明南方斯拉明诞开始 然后再到后来昆明 就这一拨人上台之后 把老生挤得很厉害 就是京剧的相对来说不太明显 说白了就是吃老底 所以到现在我们看 老生跟那个戴主任的京剧能做到起步相当 但很多地方戏啊 你看帮子 像玉剧什么的 基本上那个年的民国那会儿 就是淡着一起来 又好看又漂亮 女的年轻 捧的就多呀 把老生就给挤得就挺惨 好多剧种都是这样的 京剧呢 就因为它那个底子比较厚 因为说实话 在这个 王游青他们之前 就很长一段时间里 就淡卷就是不花之夜 虽然有自己的戏呢 但是远没有老生们那么多 所以说 这东西呢 当然觉醒是好事啊 咱们现在能看那么多淡卷戏 所以你会发现呢 咱们京剧淡卷戏的枪啊 会更复杂一些 没有哪出戏的枪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老生就存在这个问题 老生的枪啊 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 因为它那个 诞生的枪完善了一号 淡卷戏的枪等于说真正的 真正的就是完全定型 是在民国的时候 那老生的枪是在民国以前就已经定型了 所以它是有这样一代的区别 咱们先把老生的讲完 完了之后呢 这节课呢 咱们主要听那个淡卷戏戏的戏呢 过去来说淡卷分的很细啊 我们航档 刚才咱们开课之前一起聊的航档啊 过去来说 在京剧最早的时候 咱们航档分的特别细 因为我们是跟那个京剧的航档体系啊 是整个都是从汉剧过来的 那汉剧它相对来说比较古老 它的分呢 就是跟那个那个那个昆曲什么都是很相像的 你比如说 我们知道 圣诞经莫筹 对吧 这个莫过去是要单分出来的 演的都是一些二类角色 你像现在 像全英辉的鲁素啊 像达瑞莎的肖恩啊 就这样的过去都是莫演的 然后他们挂那个燃口啊 他们不挂三 挂二涛 就是比那个三啊 再多一点 但也不到满的那个程度 然后还有外 我们这有老外老外得说 你还记得就是圆诞剧里就是那个 有个傅莫开场嘛 就刚才咱们说的莫 然后他老说那个老外 那个外就是外这个行 这外行 这外行是什么 外行就是 就是这个老头 白虎的老头 所以过去演的白虎的老头都是 都是一个行当 你像宋世杰 啊 就什么那个那个 乔玄这样的 啊 他们唱唱唱很少 更主要的是做工 念白 啊 就是说过去来说都是有分工 它为什么要这么分工呢 留饭呗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你 你能唱呢 你就是唱过老生 对吧 你哎 你不能唱 也给你留饭 你这个做工什么的 但是呢 你随着时间的发展 随着这个人 人的这个 观众的信仰水平的这个需要啊 它肯定是要融合的 所以你会发现 到谭心肥的时候呢 有些他原来唱五声的 哎 文武老生就诞生了 啊 过去像流空生谁 他就是唱啊 他本身他腿有残疾 他怎么可能翻 怎么可能啥 啊 有些戏他演不了 他就主要中唱 那到那个时候呢 就有一些融合 弹者也是 啊 你像陈彦秋早期 他唱好多花弹戏啊 啊 还唱一些 他们还唱霍杰汪什么的 啊 这种戏啊 最后慢慢的再 再 再去定型 所以你像梅兰芳也是啊 就是有一些戏像游龙戏共这样的戏 你很难去界定 他是清天花 他是花弹 对吧 像这样的戏 就是谁的路子 小崔花那个路子 完全看表演 啊 听见没有人说去听花弹的唱有多讲 没有人的疯了 没有 就是一直到徐卫生 啊 王游青他们之后 尤其徐卫生 啊 徐卫生老想跟四大云当抗衡 他玩命的给自己加戏 啊 所以说你看他唱了好多那种 那种清衣戏 真的是像香楼带 这就算清衣戏啊 以前徐卫生的唱片啊 他访年唱的戏啊 《沈头死汤》《别龙即将》 这都是大清衣戏啊 他这个时候他就告诉大家 我能唱啊 就是这个道理 但对观众来说是个好事啊 因为你这个 这个西路拓宽了之后 演员的这个更丰富多彩了 啊 所以这个行当呢 他就有一个 这样演变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今天看的呢 就是 就是看看这个 就是过去的这个这个清衣 为什么咱就不看花弹了 因为过去讲花弹不唱 对吧 所以咱就不用看花弹丑啊 就相对弱化 咱只看这些能唱的 清衣呢 我选的戏就是上回讲《玉堂春》 《玉堂春》这戏呢 过去陈云秋说嘛 说弹球演员 开盟三出戏 二进宫 为什么二进宫呢 二进宫呢 二进宫是从头至尾 全是二皇 而且呢 包含了二皇苏的版式 你看啊 二皇三演 二皇中三演 二皇三演 二皇三演 二皇原版 对吧 二皇版式全了 当然你说二又什么 那是后来的 传统二皇是没有版 反正一个就是祭塔 反而皇三版 反而皇慢版 反而皇原版 哎 这是包含了反而皇的所有的版式 因为我们最早不讲过 我说反而皇这个版式 它是没有倒碰的 所以导板回笼它是没有的 后来没来放创 那这就另说了 再有《玉堂春》 《玉堂春》包含了西皮所有的版式 西皮导板 西皮散板 西皮凹板 西皮回笼 西皮慢版 西皮远版 西皮二六 西皮流水 西皮快版 你看 所有的版式在《玉堂春》里都有 所以你吊嗓啊 学习一定要从这三周戏开始 老先生是 耸结得特别好 而且这三周戏呢 确实是就是 说实话 没什么动作 关于我们叫跪死的会神嘛 就一直跪着差 就非常考验演员工夫 一直跪着嘛 跪着的话你就很累了 所以说呢 它要比那个 从唱腔来说比较难 但你要从表演上什么的 它就比起戒简单一些 起戒呢 它有调度 舞台的调度 尤其是苏三的角色 他没有腰包 他腰包是收拾起来的 看着嘛 两条腿是落在外头的 然后呢 这个睡衣睡裙 那这个睡衣呢 又是短的 然后又没有水袖 是很考验演员工夫的 因为你的手放哪儿啊 对吧 没有水袖 手里就出了一个锁这儿 所以起戒呢 就讲调度 而会神呢 完全就是砍岔 所以过去开盟戏呢 都是这样的戏 起戒会神 二进宫 三娘教祖 所以今天咱们呢 就是拿这个玉堂春来取缔 那玉堂春呢 因为这个故事啊 今天因为没有就是新同学 就非常熟悉这个故事了 我也就不用再想这个故事了 简单说一下 就是苏三嘛 跟王金龙原来是相好 对吧 后来王金龙呢 走了 回家了 回家了之后呢 苏三 你要在原文上写 那苏三可厉害了 苏三就是说 就是 吃宝着穿宝着不接客 哪有这一说呀 对吧 那宝儿你换成谁也不能同意啊 对吧 你怎么了 原来你这个王金龙 你要说有钱供着什么了 对吧 你就没有了 那怎么办 那正好呢 有一个老星 山西的梅老板 是个商人哈 然后呢 到福春院来了 到福春院 是有 是叫福春院 冒聚了 白军来了 来之后吧 就看玉堂春了 玉堂春 破口大骂 连带着宝儿娘一块卷着骂 所以奴在北楼高声骂 你就琢磨去了 刚才说这个 苏三不是擅长 你要看原著的话 苏三绝对不是擅长 他不是像咱们戏里演的 咱们戏里应该要给他悲剧化处理嘛 那王金龙不能最后取一个 就是有点扑荡的那个意思啊 不能啊 他应该还是取一个轻衣啊 所以说他就有一些性格上的一个重新的再造 这些再造呢 你像这个苏三吧 就是这个 从长腔上来说呢 就是 更稳一些 从头到尾都是稀疑 他还是把这个事说啊 那个 沈阎林看着他了 看着他之后呢 就跟 他不骂他嘛 骂他呢 他就跟宝儿合计 说怎么办啊 宝儿说好吧 说你把钱给我 你人你领走 咱把他骗 你给他骗走 骗回去了 这个一个女的 你在机院里 虽然是你耍横又怎么着 那是你在这生活习惯了 对吧 你一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那你一下就要重新适应 跟着这个 沈阎林到了山西 到了洪峰县之后 没想到呢 人家沈阎林家里有媳妇 就是皮衣制 我说这个故事要讲的可复杂了 里头还有 这个皮衣还有通奸的 还有赵健生的 赵健生的 还有还有 还有还有 还有还有还有 还跟那个皮衣那个那个那个 亚伙春景还相好 老复杂了 咱不讲这个啊 就说这皮衣呢 虽然他在外头也通奸 也怎么着 但是他就觉得 那不行 沈阎林挣这些钱 给神是给我的 那你来了之后 你这不是呛行嘛 对吧 你又年轻又漂亮 过两年好 你扶正了 我怎么办 就想把他犊子弄了一碗面 要面 就给苏三 结果这弦林给吃了 饿了可能 死碎的 人家给吃了 吃完之后呢 七笑流血死了 死了之后 这皮是也逮着理了 就说是他什么的 就把他下了大狱了 下大狱之后呢 结果这个王金龙 是回到 就是在他的私主之线 这戏里一会儿 咱们都能听到 在资助一下 回南京了 回南京之后呢 他爸给他那个 他也不敢提自己 在基愿这段历史 然后他爸又给他重新 在原住里还给他 重新说了媳妇呢 挺复杂的 但是咱们这里头 写他还是挺好的 什么他就进京赶考 就是老的路子嘛 得众投兵状元 然后圣上见喜 封他八苦行愿 待天寻寿 去哪儿啊 先找玉堂春呢 一问的时候去山西了 到山西 那安県一上班之后 他得瞧啊一瞧 哟 这是怎么 这玉堂春在其内啊 然后呢 就调这个 谁 调这个 这个安県 从这个洪冬县 调到太原 他一个 他一个八苦行愿 就不能到县里去审了 就调到这儿的神 调到这儿的神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就是不用问 这是个冤案嘛 这肯定是个冤案 自己心里明白 这洪冬县受赃因一千两 受贿了之后 把这个官司给打成冤案了 你这个周城府县 是有好几棋的呀 在你的治下出了冤案 每个人都是要担责任的 周官也要担责任的 所以说呢 就出现三藏会审 这个有意思的这首戏了 就这里头有一个 不外两位打人 一个刘炳毅 一个潘毕正 潘毕正这名字是胡起的 他不是秦条那个 这有好多人就不明白 为什么三藏会审 要三藏会审 为什么这个蓝袍 这个刘炳毅 非得为难这个王景龙 他是有原因的 他一定要 就要发来复去 把你王金龙牵扯到 这个案子里头 这样呢 咱们俩最后才能打一瓶手 就说不了了之也好 怎么着也好 你们呢 最后团人 也别给我们吃完了 如果说 你要说因为这事 把我给你什么 那对不起了 我就把你这事 也给抖了出去 他是有这样一个想法的 所以才会有探监的时候 刘炳毅那样的 静婆耍笑 那个潘毕正呢 就是相对来说 就人品好一点 就霍西尼 所以才会有三藏会审 按道理在 在这个神案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 就跟本案无关 你不要问了 但是他问得特别细致 为什么 就是因为要把这个 王景龙给牵扯进去 所以这个苏三呢 那个就是奉命 起戒 从这个太原 不是从这红龙线到太原 那这一路上呢 我们知道我们起戒 唱四十分钟的 唱什么 就是重宫道 跟重宫道建了面之后 安道理 长戒一名 户戒一名 但是唯独这一戏 安开了一个 一个图 这都是有原因的 咱就不说了 因为咱们今天重点 不是起戒 为什么要戴上重宫道 因为重宫道 在这一戏还要漏一点 但是你看咱们经济 有意思 整个起戒 他上的就是 你说你公道 我说我公道 公道不公道 自有天知道 小安说什么 重宫道 都是精白 对吧 但是三藏会审 上来必须念精白 光化 就是你上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场合之下 就都得是 都得是 都得是 大爷我运你 把敖门都这样了 就不能再想 等着 我给你爆门家 不能这样了 这都是精确的 简直的地方 那对于苏三来说 你这个案子 你说也不知道怎么着 从这个县城 他还不认为 是光光相互吗 对吧 那肯定是 没什么希望啊 说那怎么办 说那就去呗 可是一个女的 你就说是妓女 见的人多 对吧 但他也是一个辅导啊 你没有见过那么大阵势 就说三藏会审 那夺得的案子呀 然后自己到了 督察院之后 心里是非常非常打特的 肯定的 这个官司到底是怎么着 你这个到底是 什么原因 要三藏会审我呀 所以心里很复杂 所以我们上来之后 我们就是唱了一个 嬉皮伞板 这伞板呢 咱讲过 伞板是什么 是一个最悲伤的板式 我们所有的就是 最私心裂肺的 还有就是 最能够阐述痛苦的时候 用的都是伞板 尤其是你看 你看就是 白地成也好啊 养徐宙也好啊 就是这些死的戏啊 最后肯定是唱伞板 没有说这话 剁着唱唱完了卡 很少那样的 都得是 都得是 就是卑卑惨惨 因为伞板最能表现这种惨 而且这个戏的伞板呢 你看 就是 就是 这个 比较典型啊 就是它没有 没有特别规整的字句 对啊 就长短句都是可以长的 但是呢 它也不能按一般的长 所以你看来自在都茶院 都茶院都是高唱的 我们传统的叫 来自在都茶院 举目 茶 上 幻 藏 这就是传统的戏 那不能这么唱 那也表现不出它的情绪来吧 在都茶院它都是高唱 都是这样往上了 举目朝上官演唱的很慢 都要拖强了 它就不是 绝对不是水的唱 两旁的刀斧手 吓得我 胆战 心又寒 苏珊此去好有一名呀 苏珊此去好有一啊的 这时候重播到就 苏珊此来好比那鱼耳朵晚 悲伤啊这地方起一弦 有趣无缓 晚安就起一个哭哭 哭哭不就是悲伤的极致呢嘛 那这地方设计也很好 这个因为它不是在路上认为它是干爹嘛 但是你说你一个公职人员 你任意遂犯的 对吧 当闺女 这个事情让上门知道是 是要受迟累的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从头到下坏了 所以我们要再唱唱给展现 与个人展现的不同 啊 重 跌 他就是他一栏的 跌 跌 啊 就这样唱 也有人是像 也有人是 重 重 跌 就是自己把声音 一定要在收门 收细了 就告诉观众 我这个地方 我开始变得 声音小了 但最后呢 因为我们写的时候 打眼儿了 再把它翻上来 再打出去 就告诉你 这个地方 我是收了一下 那你看他这个 对吧 你按照我们传统的 对吧 来自在独场 远矿 举目朝上 莫安矿 两旁的 大佛兽矿 吓得我 大大战 C-O 寒 矿 就是传统的CP-300 这戏曲 我说他好玩啊 就好玩在这儿 尤其京剧啊 他都是三板 都是CP-300 他绝不能那么长 啊 你就根据这个人物的不同 啊 根据这个字的不同 啊 因为我们以字形枪 主要是根据人物 但还得考虑 考虑技术问题 对吧 所以你看他这个说时代 他其实起了一个导板的一个音啊 来自在独场 鸦 鸦 这其实是导板的那个音啊 我说的导板其实就撒满了一种 一种啊 对吧 举目朝上官也是起了一颈啊 这这起一个大声啊 鱼儿落网 因为他要感叹鱼儿落网的不容易 对吧 起了一颈 这个地方你们听得很清楚了 对吧 重叠一颈 他那个音收的 像他这个唱法 我觉得就比较高级了啊 他没有停 他没有断 哎 他是在在这个声音里面 哎 自己就收音 再慢慢的放在 跟个扫护去 啊 这都是 比较典型的 这个这个 就是老 老戏的一个唱法 啊 完之后呢 上了大堂之后 然后呢 这个 问他壮指 什么这种那种 最后呢 一达一推 三推六问吧 把壮指拿出来 啊 这个读前大家一看 因为这个王 王金龙是知道 就是一堂春吧 对吧 但是呢 说这个戏呢 又是 又是 又是跟我们 老讲了 我是京剧的 比较特殊的一个表现 就是我们一些悲剧呢 他怎么 京剧的这个 这个演法的话 按道理 他不应该那样 啊 你说都这样的情况 你还顾自己的脸面吗 哎呀 还是要顾啊 顾我的官体 顾我的官位啊 所以我们这个 玉堂生的 王 王 锦龙呢 呃 这个小生演的呀 比较可爱 你要看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这个演法啊 就是说为什么说过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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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就是包括陈彦秋 梅南方他们演的戏啊 这个王 王 金龙没有没有刺的 说是随便找一小生来王 有什么都不可能的 因为第一呢 你这配合不好 你影响影响这个角的发挥 这个蓝跑也没有弱 为什么因为他们几个人的戏都是挤在一起的 这王金龙你看包括现在也还吃药秋他们演 也不会说随便团里说哪个哪个扫鞭子小生不可能的 他一定是一个就至少有就是说哎有头有脸的唱过的 因为这个王金龙不是小活啊 那很很吃重的 当时像江派唱过去前面还要加一段娃娃娃跳啊 他得动之后啊 当然后来把这都码了 江先生演化一下 哎卖谁呀 他就别搅和了啊 他把这就码了啊 然后呢 但是呢 王金龙上来这个影子是小生里面最难的影子 就三堂会上去 因为今天咱不讲这些咱都从头开始啊 我就说 这个这个这个小生一会看就知道 不是那么难的 你过活了不行啊 然后演的不够也不行啊 反正之后他明白这迪耶贵的自个儿的相好啊 这个两辈的红袍跟蓝袍当然也明白了 但是这话不能挑明了啊啊 什么你是神啊 你在堂上啊 什么事情得从玉堂冲嘴里让他说出来啊 这蓝袍不能上去说你看王金龙 你跟这金鱼鬼关 那就不是高级了 一定要啊 玉堂春自己把这事情都说出来 那这王金龙还得装不知道装不认识 啊 所以这个戏呢 就就好玩了啊 然后接着再问呢 就就改成什么了呢 就改成这个西皮导板啊 玉堂春跪着在军察院啊 这个西皮导板呢 唱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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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让他从头说嘛 那从哪开始说 就是从他 他小时候开始说 啊 这个地方呢 就是书情 所以用的是咱们西皮李虽曼的版 就是西皮导板 啊 西皮导板 转上咱哈 玉堂春跪着在军察院 这个玉堂春唱的巨高 特别强 为什么 因为这比唐春三个字有用 为什么 因为这个 他唱完贵之代 军察院之后呢 这个咖就停了 王金龙问他 说壮志上面写的苏三 你名字叫苏三吗 口湖玉堂春 啊 诗何道理 啊 这时候分明是遗雕妇 然后旁边那个 那个门子就接了一句啊 请刘达人用心 因为这个刘敏毅是掌情的 他就把那个签子拿起来了 把玉堂春吓坏了 那地方我们这个地方 加一个回笼 枯头的回笼 啊 啊 啊 是这样唱的 这斜着嘛 把脚翘起来 他害怕他扔那个签子嘛 他指着他那个签子 这个他肯定不能扔 但要吓唬他 啊 这地方就是 就是就是 为了抒情加一个回笼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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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加了一个 我讲过活动箱 我讲过 嬉皮的活动箱 附属凡事 对吧 他不能独自作为一个 一个一句出现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一句 其实是上一句的尾 对吧 玉堂春位置在独察院 玉堂春本是公子他取的名 这是一句的 而不是大人 大人是一个附属 请记住啊 所以这个 这个 这里边呢 这个 抱儿 买我 满足七岁人 在院中住了整九春 这里头呢 所有的唱的时候呢 都是有词的 蓝袍 红袍 还有 都是有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话的 啊 呃 玉堂春本是公子他取的名 这句就唱了 想起王公子来了 对啊 这个感觉呢 就是爱恨交加 对吧 然后宝二买入七岁的 在院中住了整九春 这都是 就相对来说 平着唱 为什么 这就是回忆 那个小时候的事情 没有什么特别搭乱啥 主要是在这一句 对吧 在院中住了 整九春问呢 啊 说七九一十路 也不知道怎么算了啊 加法 我们词 七结一十路不对 啊 到夜开 都还得要问 啊 就说你可以接客了 我来问你 投一个 你接的谁 难道你 这个事情 不用在这儿问呢 因为跟岸倩 其实没有关系啊 但是一定要问 就是为了把王家龙给问出来 啊 所以这地方就会 这句呢 就不能像我们传统的 我们细皮漫漫的能唱 啊 在哪儿实情 十六岁开怀是那儿 王公子 在这个开怀这儿实情 为什么 他不好意思说呀 十六岁 隆隆隆隆隆 开怀 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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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不好意思说 就是说我说出来 能说吗这个字 王金龙在那边也害怕 你要说说王金龙怎么办 是那王 刘平夸着一声 王什么 王公子 我终于想起来了 我不说王金龙我说王公子 我就是叫什么 这个时候起飞制 一下出来了 这枪就不要再耍了太长了 人家在前面是一大枪 后面是一小枪 他本是第五藏着三者 这就回归这个元素了 接下来你看就变成CP原版 为什么 就要细细的问 你跟王公子怎么认识的 你们俩在院中是一来二去 这个事情你得交代交代 这个地方就用了比较平铺之序的CP原版 凡是空出来的地方 都是要解释一下 啊 初见面 问一 等根 底根 底根 散 八 两 齐 北 相 插 塞 就是 神 等 咱这 就停了 就问他 就是 你看 就是暗道里啊 谁暗没有这么多人的 你就问他 他招呗 没有 那三人在堂上聊一天 啊 二位大人 说这个 王公子 就是 初次见面 三百两文瓶 吃一杯香茶就走了 孙公子真真是大方 还聊这条呢 什么大方 一个是一个夸的 另一个就撅他 王金龙心里也是 你想啊 对于下手来说 对于领导来说 谁说好听的他就爱听谁的 一听潘彬正说好听 啊倒也大方啊 那边骂他他就生气 这些戏都在戏里 有展现 说公子二次进了院随大来三万六千年 在院中未到一年征 三千万六千年一旦化了灰尘 说你们在院中是吃银子穿银子吗 三万六千年 不到一年就化完了 啊反复有之消 啊对呀他有之消 王金龙急了 啊大人 反复有之消 你是怎样知道 我得想啊 哦装置上面有啊 这些戏都在都在里头 啊如此我们就生他的知识要问他的知识要神呐 问呐就一点点把这个层层剥剪 啊就是神呐先摆这个后买神 没有造百话题 啊就是这个 这中间他创作会有有问呢 说这个银子化完了怎么着啊 王八宝儿心态很 书酒寒天 蒋公子赶出怨分 公子一怒离了怨 光王妙中散发生存 那卖花的金歌来报信 手跨报应我探望情人 你按照你探望情人怎么着呢 你就不要再问了 还问人家 我问你你二人见面 这词特别很 作何消遣 对啊 然后呢说 他每个时候顾不得阿扎怀忠报 在神案底下叙叙旧情 然后就 啊说是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潘秘正就说啊 说他二人 这个这个 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 见了面之后还能这样啊 说是这也是难得啊 来个邂逅旅啊 然后这旁边的刘炳毅也说 说他望乡台上摘牡丹 到此还在堂皇 啊 然后就是 这个 一句句的反正都要把王金龙给 给勾进来 啊 然后继续神说 打发公子南京去的 骆逢坡 咸鱼墙人 这是 这就是这个原著里都有的 可能大家有的有点听不懂 就是 就王金龙拿着钱 走了之后 走了之后 本来以为到 会回南京 结果在骆逢坡 让人就把他给抢了 抢了没办法 没有盘着 他又回来了 啊 回来之后 什么 就做了一个寻经的这个官 寻经的官 苏三知道了之后呢 主动去找他 把他接到院里 还住了些日子 然后呢 把宝儿娘这个 这个所有的古文字画啊 弄一锣垛子 全拿着回南京了 你想那宝儿能不恨于唐春吗 他走了 你还不接客 你这拿个这样的 所以他这于唐春 也够不讲理的 啊 等于说就是 这个 所以说 公子三次把冤禁 拐带银 你俩回转了 他们说拐带 就这个意思 啊 所以这一辙就是说 这一点就是说 从头至尾 说他怎么跟王金龙认识 一直到我们两个是怎么分别的 一层一层一层的用细约板 把他问出来 然后公子长街把饭讨到来立古堂上取寻金 就是问他 问他说 这个 这个红薄说 说是 长街乞讨 想起了秀儒记里的正元和 说是他可比的 想起了当年正元和 就是长街乞讨 后来高榜德仲 说是王孙公子也可比的 然后他说 导也比的 他认为自己是比的 然后这个蓝宝说 比不得 那整个我呢是前辈的老先生 也能比的 比得的 比不得 比得的 比不得 然后就 比得 就是 一摔 就拿官位压人家嘛 所以你看他每辈都不一样 这辈呢 哦 这是原则的 比得 然后这个刘比比就说 哎 盘比就说 王大人是比得 随有比得 怎么 王大人是比得 随有比得 嗯 是 比得 比得 然后他们肯定就想 啊 哈哈哈哈 比得 一声就笑了被他打断了 所以他每一辈都不一样 不能说就是全去所有都是就随便问出来就完了 那那行啊 啊 问出来 然后这个 那个那个这个 每一番都平平淡淡的 容易这样 现在演三大会是容易这样 那戏呢就就就就完全听唱了 那就没有意思了 那你要完全听唱的话 老先生就不这么设计了 给他设计一大段 对吧 从头唱到尾多好啊 干嘛中间还要停啊 那停就是要加戏 要不你就绞过了 把这个戏绞得特别散 对吧 那这就是 这就是戏啊 嗯 反正之后呢 说公子三次把愿进 拐袋银两回软南京 黄金龙生气了 对吧 这花了那么多钱在你身上 我最后就落一拐袋子 啊 啊 啊 并非公子拐袋 乃是反复所赠 然后 红蓝猫问呢 你赠他多少 啊 说黑夜间也没有天平等乘 用手一跌 约莫三博余量 啊 哪日有我回到殿坊 用天平等乘一跌 果然是三波欲来 啊 余他春 我哪他气 要失态 啊 啊 王大人王八三爷 如他自己招人聊吧 这心里对着都明白了 哎 这时候他实在受不了了 哎不行了 哎 我我我受不了了 再往下问 可就是 那再往下问 我我我也不知道了 那些那些事啊 然后我反正撞纸上他都看见了 就怎么回事 因为他这个案件 他自己已经翻了很多很多遍啊 哎 再往下招呢 就是什么 就是就是 于堂春在在在 在跟别人的 对吧 然后跟沈燕临神了 这对于他他后来俩人还结婚嘛 对吧 这种人他自个儿俩人那么绿的事情 他自己是不愿意听的 对吧 你想想是不是 然后那就啊 二位大任 大一身了把我的酒疾复发 他下去 哎 然后这俩人一听 哦 这给我个台阶 哦 那我们来问吧 这个问就不跟就跟那个开始不一样了 X26 唱洗个酒水 是不是又快了一个速度啊 为什么要说案子了 啊 说这个说这个这个案子这个这个这个急破 用这个这个人去 完事之后啊 这个地方呢就是什么 就是就是你你其实刚才你也看他已经把这个人都秉退了 这就他们几个人在审 还带一门子 就是这个事情不能让太多人知道吗 这会就更你什么了啊 然后两个人把这个椅子啊往前往前放 于堂春跪着啊 咱们敲敲说啊 我来问你 说吧 就这样问你 你跟神灵怎么怎么回事啊 啊 唱一唱他走了之后 你们都说是唱 那 最开始唱26 自从公子南京去啊 啊 26的节奏大家知道 都打工子 那里面的罗斯特 大工子 大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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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农根 写大农根 就很简单 就四句 交代用这个速度 说你不嫁人 怎么嫁给山西沈彦林 要分辨一下 我为什么嫁 不是我想嫁他 不是我想对不住王公子 就是怎么见的沈彦林 全用流水唱出来 而且你看 一番比一番要快一点 因为他这个情绪 情绪越来越急 尤其你去听陈彦秋唱 像这一番特别快 陈彦秋又没有一句口 就是说我不是我想去的 是他们逼我骗我 然后我跟着他 一下到了洪东县 到洪东县怎么样 在洪东住了一年 披着这些人 企图心又要 什么再快一点 但是呢 这个时候到宫堂上之后 就情绪不一样了 因为他是个约案 你得把约案怎么约的唱出来 你要光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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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流水 这就这就这就 什么就是太平了 太平了 所以你看他其实 其实这个 这个这个这段开始 他就不像刚才那个 那么那么平了 对吧 高脚香月火的宝 拉拉扯扯 就到宫廷 他已经有这个 一昂顿错的东西了 那后边就更明显了 你看 问他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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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堂万事 怎样神问 他就不唱流水 投堂万事万得好 耳堂你 变了心 对吧 因为你只有用这样的节奏 这样的版式 才能唱出 他这个伤心来 投堂万事万得好 也有刘派唱 耳堂万事就变了心 也有人这么唱 当然大部分人唱 变了心 对吧 没想到 他说是 说是 红铜仙收不了 和我一料 他要点出来 红铜仙收藏一千两 一定要把一千两点出来 用摇板点 必要明显 一千两 就这样 你要是 红铜仙收藏一千两 这就不明显 对吧 一千两 火呀门连 火呀分散 有八百一 是唱得非常的清晰 上堂去 塞样神论 上堂去 见到我四十万 不该招任 不请第三次 我难受信 中文人用大行 说是 人民关天不可招任 凡夫 本大夫 招任 平边 大 短了 有树根 也难怪 虚打成章 是吧 说你在监中住了 多长时间 在监中 只能一年正 可有人来探望 并不有一人来探望 努力生 都是在流水的插空里面 都是有念白的 然后说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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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八宝尔 你 不来 看 没有人来看 伤心 对吧 不来 看 你那知心的人味 也不知情 就我那知心人不知情 当然像有一些刘拜祥 就是唱的什么 就觉得 那你还有知心人 你是不跟王公子不纯粹了吗 他就是说 你哪知心的人味 反复哪有 知心的人 也有 没有知心人 然后那个 那王公子 后来 他 望与你 王公子 他一家多 活生 他有路 水里 夫妻 就有你什么情 眼前如果是有王公子 你可还认得他 满是 不认王公子 还不脱胎 我也认得情 这当时每一个刘拜 唱的龟一二号 每一天就唱青纱盖剑 就是拿个青纱盖 青纱盖剑 上千日错过扬灰 太狠了 那你能认出来吗 错过扬灰 好吧 挺压的挺厉害 然后这个 但你还后来这两句 已经是落在三晚上 为什么他问他一句 很伤心的 如今他高高在上 不来仁义也实枉然 就是挑明的 哎 小伯伯 眼前若有公子 在 从此黄泉 也感性 一定落在三晚上 一定落在三晚上 是不是啊 你要是你要是 还是想 从此黄泉也干净了 就没有用散板那么的 展现他悲伤啊 就是说无奈的那个情绪 这就是板式的 你看这个就是摇板流水 接连着换着唱 这是这一点的一个特色啊 这是这场戏啊 再就是最后了 你看啊 完了之后啊 说审来审去 把王大爷审在旗内了 啊 说是咱们俩退下吧 让他们说说知心话 让他们俩自己 就对付对付这个事情吧 啊 这个地方你看 这是什么 就是两人见面了 而且这个这个场景呢 还是在公堂之上 对吧 一个是高高在上的 王法的象征 一个是接下球 这俩人还想跑 见面了 这怎么办啊 这王金龙满意的 说你咱后台再说吧 对吧 你先下去 对吧 咱们回头再说 啊 私底下我找你先 咱们把这事拆就完了 哎 于唐纯呢 还不甘心 你想你问来问去的话 就是那个那个 也就明白了 对吧 也上面坐的是谁 也就明白了 哎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什么 就是唱什么说 这堂官司未动行 于唐纯说 我这里就放了宽心 这个地方 加一个 这是唱西边二六 但是一个带过门的二六 打根儿 动 打根儿 地根儿 打根儿 拉根儿 啊 动 地根儿 拉根儿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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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根儿 帮没这备用 对吧 你会记住 反正加二六的过门 一定要用 二六是什么 它是要用的 跪了好长时间了呀 它有一个揉腿这个动作 在这个过门里揉腿 然后一叹气 刚才唱的特别快嘛 对吧 哎呀 这堂官司未动行 唱二六 欲堂春我这里就放了宽心 不仅不闷而唱 他说出的茶园 回头看 往上看 哎 啊 上面所地帮金龙 是公子就该 帮我来人 一个流水转腰吧 哎 这奇怪 是公子你应该认我呀 哎 一想哦 帮他跳跳舞 寻情上前去 说几句吃心话 看他这一心就不这一心 我得点你劲 我试试你 到底变心没有变心 啊 结果呢 把他要走 回来了 回来这边唱的欲堂春好比花忠蕊 摇板 这个摇板是起到一个倒板作用 跟前面不一样了 前面咱唱欲堂春这三个字的时候 欲堂春 对吧 一定要三个字出来 欲堂春要高唱 为什么 因为王兴隆要接这句话 说 说是那个那个 壮志上写的苏三 你口称欲堂春 因为他听见这三个字 而这个地方呢 强调和尚欲堂春 是强调后边的三个字 欲堂春好比花忠蕊 这就是王兴隆 这就是王兴隆的苏三个字 这是王兴隆的苏三个字 王兴隆的苏三个字 然后切住了 跟人们不让他说 三神末 三 一着又把速度撤下来 就是我当时对吧 我那么好看的时候 你对我这样 我现在花 我现在不行了 你也不认我 则唱的很悲的一个摇板 花谢时 怎不见 蜜蜂 而 谢 花谢了 你这也没有疯狂接浪了 这意思 然后最后你看看 又要两句散漫风味 你就记住我们说 散漫是最悲伤的本事 一般都是用在 就是这个 这个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悲悲怯怯出茶院 看他把我怎样实行 尤其是这样 怎样实行唱得很高 心有不甘的那个感觉 要唱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